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纹路 这个地方呢,小指下方为坤宫 那么坤宫这个地方 为什么有这种纹路,容易有财运呢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人的商业嗅觉的能力 心思比较缜密,适合创业做生意 再加上如果这个坤宫这个地位啊 就是这个小指下方根部啊 比较饱满,有肉,这个有红润的光泽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创业能手 而且这种人呢,再加上小指如果是得配的话 小指非常的形态非常好 没有歪斜,没有往外撇,没有这个弯曲等等 那么就是口才非常的好 这个能够凭借自己三寸不乱之舌啊 能够这个拿下自己的大订单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手相当中更宫的位置啊 大拇指的下方杂纹比较多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除了这个不是杂纹,有一种叫烦恼纹啊 那么除了有一种纹路叫富贵纹,富贵纹是怎么个纹路呢 就这种啊,这个就一条一条的,非常有条理的啊 这个叫富贵纹,就是在更宫和正宫之间出现这种啊 非常有条理的纹路 而且这个纹路通常是非常的深,有多条并行的啊 就叫富贵纹,勤劳踏实,不怕吃亏,不怕吃苦 年轻的时候呢,往往是工作,对工作有很大的热情,积极上进啊 这个,我们说手相当中最忌讳的是杂纹啊 杂纹丛生的话,就起到相反的效果啊 就是,劳碌辛苦啊,这个体力劳动者 这种就是财富纹啊 我们看乱纹啊,乱纹呢,就是非常的乱的 手相这个三大主线都被乱线干扰,不对称 人生一生当中遇到很多事情,失业不稳定,有很多困难和阻碍 自己呢,容易被麻烦,被烦恼,所困惑 另外呢,也要注意身体啊,不需要太过劳累 那么这是几种,两种吉利的纹路,以及不好的纹路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